好幸福好時光 其實如果有人願意把你像一顆種子甩在地上 讓你自己開出這個葉子跟花來 我相信這是一件好事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好久不見的宮頭堅 他帶來他的書《宮頭堅的龍馬之旅》 宮頭堅你好 代務姐好還有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宮頭堅 真的好久不見 宮頭堅是旅行家中充滿一種文藝氣質的人 大家也都知道他也主持旅遊節目非常的擅長 不過這一本其實不是在談旅遊的 當然他也有談到旅遊 可是他講到的就是一個偉人 版本龍馬 宮頭堅你好 你好 其實剛剛代務姐說這個 我叫姐可以了 應該的 我覺得我好像有比你大一點 雖然你的頭髮都白了 我一定要這樣嗎 沒有剛剛講到說這個書跟旅行沒有關係 確實他不是一個旅遊指南 是 就是說如果要用旅遊指南的寫法的話 我想過去可能大家也多多少少有看過 有一些前輩也寫過 跟著歷史跟著文學的作品去旅遊 但是通常他會分區域 好比說可能我們去京都 我們要看哪一些地方 那我這本書的寫法是用版本龍馬的一生 他活著的時候的跟他相關的痕跡 對 然後是按照他一生的軸線 坦白說他不是一個便利你去旅遊的方式 你會覺得怎麼第一篇在高知 然後第二篇又跑到了江戶東京 然後後來又跑到好比說京都長崎 幾乎那個除了沒出國之外 日本繞完了啦 對差不多 還好他沒有活很久 這麼說是 我其實有畫 其實我們那個書一開始就有地圖嘛 我那時候其實在整理他的這個 曾經去過的地方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去的地方其實比我想像的更多 因為如果看過這本書的朋友 或者是對我之前的一些作品了解 就我2009年就是在當時NHK的大和劇要上映的前一年 龍馬傳上映的前一年 我就去進行了一趟以龍馬為主題的旅行 但那時候主要是去他出生的高知 然後他創業的長期 然後後來他被暗殺的京都 就這三個地方 這三個地方也是主要的地方 沒想到這本書裡連北海道什麼陸和島全部都有 對就那個時候確實大家印象中可能覺得說 跟龍馬有關的就是這三個地方了 那當然其實在那個時候本來也就有出版社說 你去過這三個地方可不可以準備要來出書這樣 就埋下了一個種子就像你剛剛說的 那可是後來可能大家也知道說我完成那趟旅行回來之後 我就進入一個很大的旅遊集團 從此之後就每天非常的忙碌 那後來又離開了之後又自己出來創業 就更忙就簡單來說在過去這十幾年我後來發現我 我處在一個沒有辦法靜下心來好好把這些東西寫完的狀態 那但是就趁著過去這這個大概十年的時間 從2009年一直到19年的時間把班本龍馬去過的其他的地方都去了 我花了九年時間把他足跡繞完 幾乎是這樣23趟的旅行 所以我說還好他沒有活很久 那當然這麼說也許有點奇怪 但是拜疫情之次 拜疫情之次 終於有時間在書桌前面把他寫完 然後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 所以其實在去年11月多出了這本書 我自己也覺得蠻開心的 其實我覺得為什麼會覺得你這本書很有趣呢 因為本來我也有立下一個宏願 兩個宏願跟日本有關係的 一個就是去走那個澳枝西島 就是那個松尾芭蕉 但是這點你一定會問我說那你懂排劇嗎 我答案是不懂啊 但是我覺得意境不錯 等我們開始去走 因為那個那些小路一大堆都在山裡繞來繞去 等你走的時候一邊讀 你不覺得很浪漫嗎 沒錯 是不是 就好像你在探討龍馬之旅的話 就是這件事在台灣也還沒人做過吧 日本也許有啦 但是也跟你的方向不一樣 就是你跟古人之間的某種精神的融合 你看多麼文青多麼浪漫 就像我有時候自己開玩笑 我說通常會進行這樣旅行的人都是歷史宅 就是可能我也知道有很多對戰國歷史有興趣的人 他們可能也都會去像枝田信長這些人等等的時機 可是就像剛才提到的 我對坂本龍馬的了解也是在這個旅行的過程當中 慢慢的了解加深 不然你們看的可能是我們看的就是一些比較片段資料或大河劇 或者是他的某些傳記 或者是司馬遼太郎的小說 就是司馬遼太郎 這是一個那第二個就是其實旅行本身才是目的 就是我們給自己找一個主題一個理由 然後也許你也認同這個坂本龍馬 但你也在尋找你自己 完全是完全是 其實這個答案可能要你走完之後他才會出現 我後來真的是覺得說第一個我隨著他的人生走過一圈之後 彷彿因為我們在現實生活當中沒有辦法去真正革命 或者去推動一個什麼 你去想像他的熱血他到底活在一個什麼的時代 沒錯 其實就是一個國家快亡了的那個時代 對然後國家很混亂 然後他試著他自己也試著從這裡面去找出他的方向 那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在心路歷程是跟著走一圈的 那像您剛剛講到說像排劇 對我們也不敢說自己懂 對可是你在看芭蕉寫的這些排劇 偶爾看個一兩首感覺有點意境 很棒啊 但如果你要用白話翻譯就跟唐詩被翻譯一樣 他啥都不是怪 他其實在講的一個是很簡單的一個事情 但是就是一個意境 但是但是我們如果有接奧茲西道我也好想去 因為那個那一區北路那一區很多地方是我還沒有去過的 所以講的比較直白一點我們是給自己找一個出去的理由 去旅行的一個理由 但是確實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到奧茲西道走到哪裡啊 然後就這個自己很無聊的在對話到哪裡 然後念一個排劇 你不覺得這也很有趣嗎 我的計畫被你說出來 真的嗎 沒有其實不光不一定是奧茲西道 幸福好時光 我這麼一講我每天都叫別人去念書 然後去接受系統化的這個教育 就是有時候你會就是說也許老師也沒有辦法真正教的你聊你什麼 可是看到人家怎麼樣的扎扎實實做訓練 你的底是實的 其實我很同意 你很適合啊看你寫這個版本龍馬就知道了 就有考證的基礎還實地去做田野調查呢 對其實剛就是在中間正好跟戴如姐在聊這個歷史學這件事情 然後跟你講說我去學校讀書眼睛都發光 這個就沒辦法 當然我也做生意 可是做生意我覺得也很有趣 可是真的讀書的時候眼睛會發光 其實是人生很難得的事情 而真的你不要以為我年輕的時候念碩士班眼睛再發光 沒有我是一片死於眼 那個時候的心境跟現在不同 我也常這麼說就是如果像我後來自己對歷史有興趣啊 甚至對因為這樣所以對外國語言有興趣 你就覺得說當初國中中學高中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老師是可以用那樣的方式來教我們 那我就會變得非常有興趣 其實以前在教這些歷史地理的 真的就跟我的感覺是常常跟你自己 乾脆自己把課本朗誦一下 是沒有什麼差別 可是我們可以做那樣的人啊 也就是雖然你也許也不會變成一個高中老師或歷史老師 可是你可以講這個故事 而且用你的生命閱歷來講故事 恐怕比只接受師範教育出來念課本好很多 而且這個我也要講一個像剛剛提到兩個重點 一個是歷史一個是有系統的學習 我很佩服我的一個朋友就是謝哲青先生 他是個自學者 他是自學 但是他試著後來就把他的知識把他系統化 那這個是我尤其是跟他主持節目的時候 從他身上學到的很多 所以他不會亂你知道嗎 他好像就是你跟他講話他就是進去比如說這個公叫凡爾賽公裡面放法國的 他就走進了一個房間裡面去拿他的資料 他跟你講話大概是這樣 那回頭來講就是說為什麼要進行這個龍馬之旅 因為我也認識許多對日本歷史有興趣的朋友 那大部分可能對戰國比較有興趣 因為戰國有很多的這個遊戲啊戲劇等等 那我自己對所謂的幕末也就是幕府末期 明治維新這一段比較有興趣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那個時候發生的一些事情 其實到現在都還影響我們 都都目前我們都還生存在那個時代的後期 你知道戰國跟那個那個明治維新的就版本龍馬那個時期 發生的事情最不一樣的在哪裡 我想聽聽看 但是之前是打群架 OK 就是地獄性的打群架 可是呢到了版本龍馬這個時期 因為外面的敵人已經都來了 他自己不救不行 可是裡面有很多的頑固派 這時候不是打群架 這時候玩的一個遊戲叫暗殺 對沒錯 其實我有時候像我之前在我的YouTube裡面也有去講到 就是提供給大家做思考 大家看完這個幕末或者是龍馬的主題 然後可不可以跟我們現在的社會來做一個對照 當然我們現在沒有真正的暗殺 可是有時候從某個角度來看 或許在網路上的一些言論的交鋒 跟那時候的情境也有點類似 現在的暗殺不是用武器的 但是也不見得不會見邪 但是其實旅行還好沒有那麼沉重 就是說當然就像剛剛提到在過程當中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把版本龍馬視為是一個推翻體制的革命者 但是當我走到中間的時候 我就慢慢發現可能我那時候心境也轉變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一個創業家 因為他當然也是一個商人武士的家庭背景 然後他又為了要去做這個海軍署 跑去跟天使投資人募資 而且還成功的募資 那在當時他給人家的印象就說 這個人真的很會講 講到讓人家願意把他的資源掏出來 甚至於講到讓原本敵對的兩方 像薩摩長洲啊 在他的說服之下成立一個同盟 我就覺得說天啊 這個人根本就是一個很厲害的創業者 他是一個年輕人的熱血表征 你要說他真的在歷史上 到底真的完成了什麼不好說 可是那個精神的感染力是非常強的 甚至我一直覺得像後來的 比如三島遊肌膚之後的百年 幾乎都在還在這個他的精神的感召之下 這就是心靈的力量 確實也有很多人那時候留言來跟我說 他說白本龍馬現在已經被日本官方的教科書 他已經等於是除名了 他說他沒有辦法去印證他到底做了什麼 很多人都是這樣 但是你要去研究為什麼他在歷史上 就感召如此深大家被感動 事實上他並沒有真正為時代做了什麼現實的事情 比如說當選總統啊或是改革什麼 真正的時效並沒有辦法證明他有出現 但是不管如何就是說每年日本如果去票選那種最喜愛的歷史人物 白本龍馬有很多年都是第一名 那現在我記得是第二或第三 因為被那個織田信長給超越 織田信長他真的要是幾乎他就是一個地區的軍王 對但是織田可能在他的那個時代也算是一個去比較勇於突破傳統的一個人 對一個怪人 其實大概可以反映出日本的一個社會的心理的現象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日本的社會很多規矩條條框框 但是人們呢對於那些勇於去做突破創新的人還是都有一些喜愛 這種不只是在日本存在 其實在中國也是存在 那我問你金科做了什麼 兩千多年了 你想到刺客也想到他對不對 他說了什麼沒有啊 他見書也練不好 I'm sorry 對不對 砍也沒砍到是不是 策略選擇也不太對 找助手又找錯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在歌頌他 他do nothing 而且是個失敗者 所以我們的解讀是他代表了某一種理念 他代表某種精神 心靈的這個 在一個不可能之中 他想要去突破 而且他不放棄 其實就是那個不放棄的精神本身 對 而不是他真的做了什麼 那倒是 那倒是 我記得上次跟洪維陽老師也是另外一位研究日本歷史的老師 他也就提到他說因為我提到創業者這件事嘛 他說其實龍馬那個船被撞城啊失敗很多次 如果是一般人 幸福好時光公投間來講龍馬之旅 他剛剛有一個觀點就是其實龍馬如果當商人也是一個很好的商人 那我剛剛說的就是其實啊現在經濟已經取代了所有的戰爭 其實經濟是戰爭這就好像有人說你現在在看世足賽有沒有 足球是戰爭網球是戰爭只是多的人跟少的人的戰爭 但是棒球是人生就回到本的一半 其實他當然也是戰爭啦 可是就是這樣其實經濟是一種戰爭 你說他將來也許這種精神會是一個傑出的商人或創業者一點也沒錯 其實你講到這個我就想到說我那時候去旅行的時候就發現到說長崎 因為早期大家如果跟著旅行團去長崎 可能看的就是那個原子彈原子彈原爆的資料館 或者後來去豪斯登堡 但是其實長崎真正精彩的是在他的city就是城市裡面 長崎真是一個很美的城市 然後重點就是以前的荷蘭商館 然後以前的這個中國來的這些就是因為他那時候是一個開放的港口 古典的混合日洋的風味 對然後有英國商人嘛 那時候有個很有名的那個Glava在那個地方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其實龍馬就是很巧妙的運用一個方式 他知道哪一些人需要軍火需要船有些人缺糧 他就試著在這個當中用這些彼此需要的東西去做一個貿易 而且他謀求的不是自己的利益 你看這就是這也是日本商人的精神 你會去看道勝和服 其實他們遵循的是某種精神 而且這個跟中國的陽明學是有關係的 OK 也就是他在燃燒他的熱血 為百姓牧利 但是他的方法你不要問 可能不是傳統儒家 明白 所以這也是因為為什麼龍馬在牧陌的那個時期 他會變成一個很特殊的存在 因為大多數的人他還是以這個的理念或者是想法 然後有的要尊王有的要朗儀要倒墓 其實搞了半天都為自己 可以這麼說 當然這裡面 只有他不是 還是有看到一些有理想的這些所謂知識 可是他們如果用的 知識都被暗殺 用的只是這個方式的話 那其實也沒有辦法真的去推動事情 反而是他有用某種社會的力量 對 版本龍馬成立了商社 然後用商社來運作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後來也是我在過程當中去體會到的事情 重點是長期真的很美 大家真的要去 長期 因為一般台灣人比較少去 是因為他有一段時間沒有直飛的班機 是 他交通比較不是那麼方便 可以這麼說 就是變成你還是要去福岡 然後搭電車 那現在是有一段算是有新幹線了 大概一兩個小時可以 但是一個城市你只要走到 為什麼都是叫做板 就是那個小山坡 因為到處那個Saka 就是他可以看到海 只要一往上走你就會看到海景 多美的城市 沒錯 然後我也是很我覺得就是說 為了要去看龍馬他的商社 他叫龜山社 總就在一個山坡上 然後就坐巴士坐計程車到上面 然後再走下來 其實為了這件事情 我才終於有機會從這個板上面 去看到長期的風光 我覺得這個都是歷史旅行探索當中意外的收穫 是 但是如果你跟旅行團去 或者你心裡沒有一些就是歷史的情懷或底子 你看到的東西其實看哪兒的海大概也不會太有差別 對不對 是 至少我是覺得說我們有一個故事放在心裡 有故事放在心裡你看到的很多風景都會是故事的一部分 是 而且這樣子你就會寫得完 真的 說真的你如果要寫東西 如果你沒有用一個人的人生當主軸 什麼都是散的 對不對 所以你下一本真是松尾芭蕉嗎 我還不敢碰觸到松尾芭蕉 不過 沒關係不要怕 這個我覺得 讀了就懂了 而且你日文還很好 趁這個節目呼籲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用一個人為主軸的寫法 很多可以寫 但是我自己一定寫不完 歡迎大家都用 你喜歡好比如說得穿家康好了 你可以寫一個家康 不行他活太久 他去的地方太多了 而且他人生不精彩你知道 有些人的人生他在等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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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並不像這樣才活30幾歲一直發光 我懂你意思 不行 所以織田信長還是比較好 松尾芭蕉還是比較好 松尾芭蕉還是比較好 他雖然也不是說活得那麼不短 但是只有那段日子可能是精彩 對可以而且留下比較多的紀錄 然後去找到一個石碑你就會快樂 對啊就是一個人或者是一座城市 或者是一個物件一個主題 我覺得都是可以寫成這樣的旅行的 那有關於版本龍馬 其實他的足跡 你可以看一下公投間的這本書 因為光看完這本 如果你真心想要的只是旅遊的話 已經可以很有氣質的從北海道一直走到鹿兒島了 那是真的是 龍馬自己雖然沒有真正去過北海道 但是當時他的志向 紀念館在那 當時他的志向 就是維新之後 他確實想要帶著一群人去那邊做開墾 那後來等於說他的後代 我們幫他完成了這個事情 版本家目前的後代是 主要是住在北海道為主 好那就聊到了那個版本龍馬 就被殺的那個地方 我有一次就是 我其實真的還沒有故意去巡訪 有一次我就是在京都 我記得是四條五條那個附近 何元町那邊 何元町高瀨川的附近 就在那散步 那因為其實我公司有一家餐廳在那 然後就在那邊走來走去突然看到說 這版本龍馬被刺殺在這個地方 其實那是一條路上 可是你這裡邊寫的就是說 幸福好時光 好我們講到了暗殺 今天推薦的這本書是 公投間的龍馬之旅 你如果要去京都 很多人就是覺得就是很美啊 但你如果看了一些歷史再去喔 你心裡會有不同層次的感慨 可以這麼說 比如說我突然遇到了龍馬在此被暗殺 然後就停下來拍個照 然後今天想說在路上嗎 後來發現不是 它是火鍋店 只是那個道路改了 對應該是這樣 他原本住的那個地方 是一個賣醬油的 然後那天 他被暗殺那天 他正在吃火鍋這樣 他想吃豆雞火鍋 這個也掀起了我的興趣 後來很多跟龍馬相關的料理 都是用這個豆雞 或者叫軍雞 他們那個就是軍用雞的意思 好 那總之您講的那個地方 他現在就真的是在和原丁通 那個商店街的旁邊 那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它是一個便利商店 然後後來第二次再去 變成一個賣壽司的 那我今年再去一次 去年再去一次 我就發現這個還是賣壽司 但壽司店又換了 然後我就開玩笑說 我說這個叫鐵打的石碑流水的店家 本來就這樣 而且其實連道路都可能改 只是那個旁邊就是鴨川跟高瀨川 永遠不能改 他們就在那裡千年了都還在那裡 對 就是其實那區當然也是因為龍馬的關係 那就很多木莫的治世活動的區域 當然也包含當時要抓捕他們的新選組等等 都是在那個區域活動 所以我常講說京都當然可以去的地方很多 可是我最熟悉的真的就是三條四條高瀨川和原丁那個部分 因為木莫史跡最多 那其實妳剛剛應該說不經意的透露出了我下一個的 不管是拍影片或者寫作主題 我可能想把京都的歷史去做一個梳理 真的嗎 雖然已經很多人寫了 但是同樣的就是說我覺得好像還沒有人 真的是從這個整個歷史千年的走線 雖然要寫的東西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天皇本來都在那裡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就是包含很多寺廟 很多寺廟它可能有很多很長遠的歷史 那你如果知道它是什麼時代 然後誰 那個有點久 因為大部分它很多的建築都是從唐朝的時候 沉寂過來你就知道有多久 對 那當然因為京都中間也發生過很多次的火災 所以很多我們看到的建築 最有名次就是之前信長那一次 其實木末農馬的時代也發生過 燒掉了三分之二的景度 那裡很容易 對因為都是木造建築 但是無論如何 當我們去看到這一些 如果你能夠了解它的一些時代背景 跟當時的人 我覺得會更有感覺 會更有感覺 不然的話你大概就只會看到說 金格式是金的 銀格式是銀的 但如果你有讀一些書 你的感覺會不太一樣 對呀 因為我真的京都很多的街道 都是有故事的 好就而且就像剛剛提到的 我們在京都其實隨時走一走 都會遇到一個碑 一個什麼某某時機發生的 然後就開始努力的看了一下 才發現說 哇這是知名的歷史地點 沒錯解說牌 就像我之前在我的那個影片裡面有提到說 很多人去在四丁商店通 逛一逛就會遇到那個本能寺 對 但不是那個本能寺 不是那個本能寺 這個我研究過了 對沒錯 因為第一次大家都很興奮說 哇原來本能寺在這 枝田信長在這裡掛點 後來想一想 那時候就燒掉了 對 所以其實真正的本能寺 現在還要再往西邊走 大概20分鐘左右 但總之後來這個本能寺的位置 它等於是封城秀吉下令去蓋的 然後還是有設這個信長宮的廟 在裡面 畢竟他是前老闆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很有趣 而且說真的 你如果了解這些故事背景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你都可以講故事給你的旅辦聽 我覺得會增加旅行當中的樂趣 而且其實你會 其實還有更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大概其實這是很久了 我在日本就是跟我的朋友去投資這個房地產的那個管理公司的時候 其實如果我這些合夥的商人知道我是用文學的基底在做投資 他們會很害怕 但是事實上是的 你要知道就是那些文學發源地你喜歡的地方一定是那邊不可磨滅的地方 所以我會去選什麼西田幾多郎的哲學之道 比如說我很了解這個地方 明明是日本人的非常重要的一條路 也是絕對是優質的住宅區 雖然他不是在市中心 可是這邊要有房子市出來非常的困難 就跟高瀨川 剛剛我是不是有講到有一個米其林餐廳 也是當時我們投資的 那個房子在買的時候叫不祥 就是逐年不祥 不知道什麼時候蓋的 然後無法估價 然後就有人 因為當時就金融風暴 很多人得到很大的損失 他要賣出來 越來如此 我們公司開的股東會議叫不要買 那你知道誰說要買 就是武則天 可是你後來發現這件事完全正確 因為那個高瀨川是千年的古道 雖然你現在沒事你去看他 你會感覺他是條小水溝 但是人家是運河 所以你要有這樣的基底 才會看到這個地方是一個有歷史不可磨滅的痕跡 他還是可以賺錢的喔 這個才是重點 你說你熟對不對 萬一我在日本我就可以請你吃飯 雖然我們公司只是房東 OK 4點5分喔 下次我在經過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注意到他 而且你知道那個廚師是個怪人 我有一次去看說他一千千十年 我想說你真的做得了那麼久嗎 就一個鄉下來的廚師 他是富山人 他每天在門口寫牌具 當我看到他在門口貼牌具 其實我看不太懂 還會自己畫水墨畫的時候 我就知道他會活 果然他已經在那租了大概超過15年了 了解 為什麼會活 因為他符合這個地方的文化氣質 4.5分 不過日本餐廳很難拿4.5分 我覺得他找到那個地方應該也是 跟我心靈相同 對對對 然後他心裡面對這個地方也有個嚮往 其實就像你 你如果是我的股東 你當時也會蓋章 我會 就是你看這這麼厲害的地方 竟然有一個老房子試出 對 雖然我也不太管股東的反對 因為要看股份 其實對啦 其實回過頭來講 我覺得在日本旅行的這段時間 尤其是追尋時機 我就還蠻佩服他們能夠把這些 怎麼說 就是歷史的這些淵源 大概在這個地區發生的事情 當然那個時候可能也有正反對立的各方 他們都可以把它保存下來 可是因為對日本人而言 你又發現為什麼歷史那麼的重要 雖然他在現代看起來無用 因為歷史法則永遠不可能完全的套準在任何的世界 可是因為這個就是我們人類擁有的只有歷史 還有我們的人生其實什麼帶不走 你擁有的真正存在好像記在雲端的 iCloud的東西只有記憶 對 其實他都講 這我非常同意 非常同意 所以像京都也許你在不同的季節區 有不同的看到的風景